火車頭噴出白色蒸汽 起步順利往前開 蒸汽機車女王過了半年 這回第一次啟動試車 出發前工作人員還特別 請老火車吃零食乖乖 我們今天買乖乖 你今天要給你吃乖乖 然後我們今天行程 都順利乖乖 好像在紅女朋友一樣 所有乖乖餅乾 通通到盡燒紅的蒸汽鍋爐裡頭 這不是民間信仰 只是為了祈求行程順利 只是為火車吃乖乖 這可以嗎 工作人員說 餅乾在鍋爐裡頭碳化 不會影響行程安全 這輛被稱為蒸汽機車女王的CT273 已經80歲了 長期駐點在花蓮積物段 每年暑假的時候 仲夏寶島號郵輪式列車 都會在台東縣鐵路行駛 去年因為疫情 再加上918地震 已經有半年的時間沒有現身 花蓮積物段員工在這兩天特別安排試車 以及人員訓練 所以吸引不少鐵道迷 前來花蓮追火車 今年剛好是他出廠80年的一個很古董的老火車 那80年他都還可以這樣子行走 對我們來說是非常感動的一件事 只是蒸汽機車女王是80歲的老火車了 在第一天還因為零件出問題 差點沒辦法上路 還好經過連夜整理檢查才順利行駛 讓鐵道迷可以一次看個過癮 八大新聞綜合報導